哈喽我是妙妙 真的是这两天我真的是跟我老公啊 这个有点受不了了 真的是我觉得发 我不知道发了什么神经病啊 就是因为前两天是我们有一个误会吧 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解开 这个是怎么样一个误会呢 我跟你们说一下 因为韩国不是出了那个三星 出了A422嘛 就是他新出来之前 我就跟我老公说 我这个我说 我这个手机大概用了两年多 快三年了 我说我要不要换一下 然后其实他的手机也要换 我说我们两个人一起换一下 然后他就不肯 他就说手机这么贵啊 什么这个那个的 我其实 我是想给他换一个 因为这边韩国的这边都是不用先付钱的 都是直接付那种月租的 大概一般新买的手机都会在韩币 十万块左右吧 十万块左右 然后其实也不是很贵 他宁愿自己用了那个旧的手机 他那个手机用了大概四年 四五年了吧大概 他还是不肯换 然后那个电池也 特别就是 电池的那个寿命啊 特别短 我就想劝他换一个 他不换 他生怕他换了也要给我换 你知道吗 唉 真的是我真的有股气憋在这里 你想换就换嘛 你干嘛 就是 你又想换 你又怕你换了 你不给我换 你觉得我又不开心 或者什么呀怎么样 那就一起换了不就好了吗 然后他不换 那这个事就算了 不换就不换嘛 那我说我这个手机 反正才用三年 还可以用两年 我说也没有关系 我说我不换就也没有问题 因为我现在这个手机里面有内存卡 拍视频的话 一般的手机是容量是不够的 因为现在新的手机呢 它里面是没有内存卡的那个潮 所以我也没有打算换 哎 然后昨天还是前天 昨天 我们出去吃饭 吃饭 我女儿就在玩我的手机 然后玩着玩着 我们准备回来的时候 我女儿把我的手机 然后就 就是不小心就掉地上了 然后现在屏幕碎了 唉 真的是 我女儿那时候就很很担心 你知道吗 就是很害怕 还眼泪汪汪的 就跟我说 妈妈我做错事情了 你不要骂我 我说什么事啊 她说你跟我约 你跟我拉钩 然后我说 嗯 拉钩吧 我妈妈不会骂你 然后她就把我手机递给我 我一看 手机是碎了 然后我就没有怎么说 其实我心里还是 就是 就是有点生气的 但是因为我跟她已经骂过钩了 所以我也没有骂她 我说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我就去换一个屏幕就好了 然后我老公就突然就 一把把我 把我那个手机抢过去 她说 怎么回事啊 就在那里骂你 骂我女儿 我当时真的真的 我有点不理解 这男人怎么会变得像 就是像一种泼妇一样的感觉 怨愤 就一直在那说她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你怎么 要拿妈妈手机啊 拿着又不拿好啊 怎么样 掉地上 你在哪里掉的呀 你怎么掉的呀 就这样 一直在那问她 我就觉得啊 我说去换一个不就好了吗 然后她在那看手机 看了以后 然后她说 哎呀 怎么没有屏保了 然后我又拿过来 不可能啊 你帮我贴的怎么会没有屏保呢 我拿过来一看 哎 真的没有屏保了 然后我就我就在那很纳闷 我说不可能啊 我说我贴的屏保 我又不会去撕它 她说我老公就突然就 瞪着眼睛跟我说 你这个屏保 你不撕谁撕啊 肯定是你自己撕了嘛 然后我一听 我的妈呀 我的 她这是什么想法 她就是 你等一下 好吗 嗯 她什么想法 她就觉得我这个把屏保 自己把屏保撕了 她说屏保好好的贴在上面 怎么可能会掉 哎 真的是 真的是我无语了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不说什么 我说 我说没有关系 我说我星期一去换一个屏保就好了 她说哎 你知道换一个屏保 现在的那个屏保多贵吗 二三十万呢 嗯 什么这个那个的 我就说不要 我说你不要说了 我说 就换一个屏保 我又不是让你给我买手机 什么的 然后她那时候 我又没说什么 哎 我又没说你你不买手机 又不给你买手机啊 什么这个那个 然后就是真的觉得就是 好像就是不知道 他最近是太忙了 还是怎么样 就特别敏感 然后我也是 又觉得这个男人怎么会这样呢 就突然就变成 就不认 我不认识的那种感觉了 我就觉得很烦 你知道吗 特别烦 然后昨天晚上我们就叫炸鸡 然后叫炸鸡 特别搞笑 她就觉得我心情不好 然后一直看我脸色 然后她就故意找话 跟我找话 没话找话还是怎么样 有一个白菜沙拉 然后她打开白菜沙拉的时候 她右手戴着手套 然后她左手拿着筷子 准备去吃那个沙拉 然后她吃的时候 她就突然问我 哎 这个 这个怎么突然就变得这么不顺手啊 不方便啊 我说什么不方便 她说 你知道我上次吃这个白菜沙拉的时候 是用了哪只手吗 我怎么今天用这个左手这么不方便 我说你上次用的哪只手吃的 我怎么知道 对不对 就像我昨天穿什么颜色衣服 昨天吃什么菜 我昨天用哪只手拿着勺子 你知道吗 你也不知道呀对不对 这个是很正常的 然后她又觉得 哎呦我 你这个 这个都不知道 你上次不是跟我一起吃的吗 你这个都不知道 然后 那我就跟她说 我说 你这次左手 左手夹这个用筷子不方便的话 那你上次肯定是用的右手吃 左手吃的鸡鸭 对不对 那就这样不就好了吗 然后她 就是 就这样一直就压着 我已经压着 心体压着特别不好了 我一有事情 我就头感觉特别痛 就醉了这样 她早上起来就开始特别头痛 然后一看着她 我就有点不顺眼的感觉 我就觉得这男人怎么会这样 我真的特别烦 我现在想把她叫起来问一下 但是我又不想跟她说话 你知道吗 很烦 就莫名其妙啊 你说我又不是为了要换手机 故意把这个屏幕摔碎 对吧 我也不是这样的人啊 这么多年了 你还不了解我吗 然后 我要是想换手机 我还要跟你这样 什么 我要讨好你吗 对不对 我又不是这样的性格啊 我有必要吗 先把自己的屏保丝了 然后再让女儿玩 让女儿在掉地上 然后屏幕碎了 我自己 然后再 就可以找理由 让你给我换手机了 我有毛病吗 真的是 我爸 你过来一下 我问一下 不然的话 就是憋在心里太不舒服了 你知道吗 真的是 气死我了 你知道我昨天为什么生气吗 不知道 不知道 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生气吗 嗯 我会想到你 那你为什么说 这个 这个 那你为什么说 这个 那个 这个 这个 我认识你之前被返了 你再bo我认识你 我也认识我 我认识你 你不想谈ор